大家好 恭喜發財 我是私農發財 我是Vicky 師傅 今年是農年 熟農的朋友又會怎樣呢 熟農的朋友今年是犯太歲 人家說是坐太歲 事經要小心 在做事來說 他又不是禁得那麼嚴重 破舊形身 用一個新的方式去做 去改變一下自己 可以說今年暗床的事 吉空就差半 意思是一半一半 所以處理得好的 其實不用擔心發財 今年的吉星多不多呢 沒有吉星 不過有一個華國 這個華國幫了他很多 另外特不好的星 有劍峰三型 影響到健康方面 只是這個問題 財運就不好 財運當然有少少問題 不過又不用擔心補助 沒有質疑人 第二 最好年初的時間 相信這些 跟著你的文化 我們去做攝帕水美客 做一些安全 你的財運就會好很多 财运一般 爱情方面会不会有趣 通常如果财运不好 可能会有趣 但今年又不会得到那么重要 但上来说 不要听闲言闲语 因为今年的贵人也多 但贵人是异性的 很多人不会说话 影响了大家拍拖的人 影响了感情 家庭可能有点不悔 所以真的要留意一下 健康需要注意吗 健康上来说 留意一下家里的长者 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舒服 就真的早点看他体生 年轻人要小心一下自己 腰部、脚部这些运动 尤其喜欢水上活动的人 有没有特别的月份需要注意一下 有几个月是好的 正月、二月、五月、七、八、九、十 十月都是好月份 但三月和十月就差点要小心 师傅有没有最后的幸运号码送给我们 五、七十是一个幸运组合给你 最后给我们一些提示呢 黄色对你好 如果女士来说 买个黄色手袋 男人就买不到 没有人的黄色 我穿衣服也可以 如果可以配戴牛的饰物 对它有好处 记住有一件事 在南边放多些铜器的东西 来发散 发泣 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宿舍的朋友 也挺好 今年贵人很多 尤其做一些文职工作的人 是特别有机会升职的 可以说得 如果你是公务员 就有很多机会 所以在事业上 年代上来 最重要是记住 如果你做一些 是比较上文演教育 那方面的文化工作 可以说给你听 会相当做 投资得非常好 是 那听起来 好像有很多吉星帮助 当然 因为吉星有太阳 天气 文章等等 全部都是名利的东西 所以一定有 但是偏偏 有些叫晦气 沽神 全部都夹着 那些不好的声音 就是狗狗阵 气不顺 都是有些小隐 那小隐多会否影响到我们事业 财运方面呢 当然 凡真小隐是挺好 但是财运也不頑 所以要记住一件事 过得人过得自己 赚钱 够数就对 不要探 要不然财运变得又好便变卖 那就是找到钱 都会发生事 花了些钱不得了 师傅 那找到钱 都想拍拖 爱情运来说 真的不足两个字 但是上来说 有加息的人 真的要小心 另外上来说 因为有些喜事 对你有利 所以你去多高兴的地方 你会认多很多 对你有帮助的朋友 不妨这个贴士 要知道 那健康又怎样呢 健康上来说 不是很重要的 不过来说 都要小心心 和怀疑观 那些年纪大的人 年纪轻的去玩 要小心 尤其是炸傘 更加要小心交通 明白 那有没有哪些月份 需要特别注意 2月 3月 4月 7月 8月 都是好的 不好的月份 是正月和10月 有没有好的数字 有几个号码 对它好 4号 8号 9号 记住了 师傅 最后给我们一个好的总结 好吗 白色的衣服 或者白色的东西 对你游利 所以要多穿白色的东西 另外上来说 如果配戴猴子的东西 如果有钱 就请带金色的猴子 放在西南面 对你着素 马的朋友又会怎样呢 马的朋友又有多年了 今年上来说 都差不多 不过都好机会 今年以正制动 用平常心 我可以告诉你 很多东西都辨论得很好 千万上来 不要强出头就可以了 各样在后面 别人做 你就跟着人找食 不要自己要做多些东西 这样来说 对你涉反而有利 今年会不会有很多吉星帮助 吉星其实不多 但是它有天解和奉角 这些吉星 也是喜事 也有一些财云 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上来说 它的丧门 这些灾杀 这一类血人 这些空性 稍为对它有影响 应该在后面有很多东西 师傅 听到财运方面 好像有多好 是的 可以说 但是今年很多生畜 都不要去担保 做担保是吃虧的 另外来说 今年的财运也是不错的 但是财运不错 但是千万不要贪 总之过得人 过得自己的数字 你不怕去做 做了又不要贪 安安乐乐 我可以说给你的财物 绝对没有问题 那姻缘会不会好呢 姻缘上来说 和家人的关系 今年要特别注重 马就一向都已经很旺 这个桃花 所以上来说 今年依然的桃花 都是比较重一点 所以去工作 出去做事 不要太过固执 即是说 人际关系不处理得好 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经常要出去 身体健康方面 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不好的 丧门这些 这样的星在 自然交通意外 自己要小心 不然很容易去玩 便出事了 所以这件事 自己要留意一下 那会不会有特别的月份 需要注意一下 譬如正月 3、4、6、8、9这些月份 都是对它有利的 唯一不好的 11和12就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幸运红马送给我们 师傅 4、8、9对它有利 记住了 那最后送一些 温馨提示给我们 行吗 那今年白色对它有用 对它色很好 另外来说 如果你喜欢 这次是做一只鸡 金鸡 放在哪里呢 放在西面的地方 来说法 对人员那方面也会好 而且会帮助你很多东西 好 明白了 多谢师傅 熟羊的朋友仔会如何呢 熟羊的朋友真是不错 今年的运程会高升 所以上来说好 尤其对女性更加好 如果是做公务员 或者管理阶层 今年很有机会升职 如果假若做生意 不妨去做一些 属于文化交流的东西 这类东西对你的事业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会不会有些空声 又阻滞一下 空声是有些的 但是吉星雷上来说 有太阴和天悦这些好声 空声雷的灌索 欧神这些高的声音 会加上平 所以上来说 可以赚钱的 有名有利 不过有很多人 没有加上平 就是这意思 聽起来财运的 好像也真的挺好的 那今年相反正有机会破财 所以上来说 我记得年初去旅行行 买漂亮的手袋 或者买些漂亮的东西就破财了 如果要亿自己人 起码别人也要多谢你 所以在财运上来说 其实没有很大的问题 师傅说 经常出去玩 应该在因缘方面有着落 今年的桃花云很强 所以上来说 其实桃花云好贵人不多 你懂得运用贵人 变为云就有双数 如果亂想变了双数就麻烦 所以这件事也是要留意 健康方面需不需要注意哪些 始终是上来说 如果年纪大些 就要注意自己的心 腰肾的地方是要注意的 年轻人也是一件事 今年尤其开车 千万别心急 急着头真的好也变成坏事 有没有哪些月份对我们有帮助 有几个月份很好的 正月 二、五、六、九、十、十一对 都是有利 不好的月份只有一个 今年只有十二月份不好 挺好的 有没有幸运号码呢 2号、3号、7号这个组合 要留意了 师傅 最后给我们一个提示 好吗 红色对它有利 有钱买车就买个红色 来说法 有钱是放一只金色的 为什么呢 将它放在哪个地方 将它放在北面的地方 或者是做一个补盒 即是说我们的罪补盘 这些对它都有利 这些罪补盘 总之今年有一件事 不要学他们到处跳扎扎 在他的事实上来说 是以静制动 来说法去做事 冷静点去看一些东西 还有有些东西 千万不要管人的是非 要不然很容易 有些东西搬飞回来 对社会来说 以和为贵 这是真正的市运 那有没有吉星帮助客 吉星是有的 有三台的星和三后级星 有多少东西帮助他 所以用得好不好 但其实说不好的星 有五轨有官府 所以可能纷纷有是非才 就是这个意思 那财运会不会有影响呢 今年有些少少破财 如果反正破财 我都经常说 年头去旅行行 那就破财了 另外就是 跟太太女朋友 买个漂亮的手袋 有这么贵的这么贵 还不过财 起码来说 都是抑制自己人 说不定 也咬一口吧 那经常出去玩 会不会有好的姻缘狀狀 今年上来说 是不错的 那个姻缘也很强 但是来说 要小心交朋友结友 或者未来是和你 大家好 但可能利用了你 这个要自己小心一下 健康方面 有没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 始终是年纪大的那些人 就更加要留意 对不对 所以上来说 那些要留意腰 腰部的运动 这些事情 就要小心 有哪些月份 需要特别注意的呢 3月 4月 5月 7月和10月 都是好的月份 不好的月份 正月 师傅 最后总结是什么呢 80是行文号码 总结上来说 用蓝色 对你的金链是黄很多 难免记得放些铜的东西 铜制品 化解了很多东西 再不适合的 有钱 就是缘整的金链 狗仔 男仔身 对你也有好处的 熟鸡的朋友来说 今年叫合泰瑞 虽然有泰瑞两个字 但是在市场上 也有很多机会 因为它的吉星也有很多 所以不用担心 师傅 那有很多好的吉星 具体有哪些呢 碎盒 有地解 有绿合 这些就对了 虽然它是有些不好的小号 险子 这些死乎的坏声 不好的声 要留意了这种吉空 可以整年来做 人家就知道怎么做 那在事业财运有没有影响 当然了 财运上来说 小号就是不见钱 既然不见钱 年初我也是说一句说 去旅行行 递递自己 一时买东西给太太 这些东西来说 起码不见了财 破了财 另外来说 先破财 你记住有一件事 今年千万不要做借贷的事 借人也不好 别人借你的也不好 稍为这件事就要留意 就不准备了财运 那今年会不会有好 的恩怨爱情呢 咸钱这颗声 自然有很多桃花 不是说咸色的意思 咸钱这就会影响 你不要走肉场所去 那麽多了 那就要影响了 本来真的对你有利的贵人 異性都可能被你搞了别的事 那就变了影响了感情 感情 拍拖或者家庭 都要小心这件事 少去这些地方 应该健康方面 都要注意 要留意一下 今年特别要留意一些流行病 千万真的要做足措施 否则很容易就出事 那有没有好的月份 3月4月5月6月 这几个都是好的月份 那有不好的月份 2月和10月都是好的 先插着你 收到 那幸运号码可否给几个 我们 幸运号码 5号 8号 10号 对你有好处 那最后好的提示 送给我们 好吗 如果有钱 就做了金羊 那些金羊 和有些五帝钱 就放在哪里 放在南方的地方 今年的色 黄色对你也是有点好处 穿多些黄色的衣服 那你熟狗的朋友仔 会不会犯太岁 熟狗的朋友仔 今年真是冲太岁 但是冲太岁 它机会有多好 有一件事 在做生意 或者是在办事里头 就是管理里头 千万不要结怨 就行了 不用跟别人斗 财道就自然到 所以不用特意去想一些小想法 去做一些事情 尤其是在事业里头 今年更加要留意 那会不会吉星帮助呢 吉星上来说 有原因 其实多或不多 但是这颗星来说 可以影响你 譬如今年来说 一起就绑三灾 那你去多些喜事的地方 对你有着素 但是偏偏今年有些贷税 令你可能真的不欠大钱 刚才提过 那你也可以来说 是不是都去旅行先 花钱 你买漂亮的东西给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的太太 那就散了些钱 对不对 那来说法 这个不见钱 所以不用担心 有些东西就要量入为出 不要过分 否则你的财运就会有影响 听起来财运好像一般 那事业方面会不会好呢 本身上来说 财运好事物当然好 但是来说法也会影响你自己的爱情运 为何呢 好的 你不懂得去运用 浮沉不定 就会令到你自己来说 很多东西都应该拿到 又拿不到 这些东西就很不值 所以在今年来说 特别要注意一下忍字 忍得多 身体会不会出现问题 是的 犀牲牲牲 忍得多 就自然伤了肾 伤了 本身上来的气又不顺 所以来说会影响了 本身水性的东西 就可能对你有危险 所以 今年去玩水 水上游戏是活动的 一定要减少 那哪些月份 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正月 月月 九月和十月 都是好的月份 不好的月份 就是三月和六月 那幸运奉马有没有几个 有 二 六 七 这是一个好的学码 师傅 最后的提示是什么 多用红色的东西 多用红色的东西 对你好 如果可以 配有蛇的食物 对着你也有好处 最重要 在南面放多些铜的制品 帮你化解了很多东西 猪的朋友连续去年下来 今年都非常好 年运真的不俗 最重要是要小心人际关系 还有做什么都不要强出头 总之顺其自然 你的业务各方面 总之顺其自然去做就可以了 已经可以下你的电了 那有很多吉星 吉星来说 有龙德 紫微 红鸾 这些吉星常来说有喜事 但是有天涯和亡神 这些是对它有影响的 这些是健康的问题 那财运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财运方面来说 可以说得是名利相收 但是这样也好 凡事要留一线 千万不要过分了就可以了 如果有喜事去配搭 可以告诉你 财运非常好 师傅 有喜事是否代表 今年的恩怨会不错呢 既年就有红鸾声 即是说 拍紧拖有机会结婚 那你自己或者家里的人 都会结婚喜事 所谓一喜挡三灾 那如果家里有喜事 搬屋 结婚 生小孩 这些对你 就直接好 所以今年有喜事恭喜 那健康需不需要注意一下呢 健康当然要 不要乐极生悲 因为你听多少好东西 那你健康 尤其是开车的朋友 一下冲动 想到其他地方 可能会出问题 这件事要小心 那有没有哪些月份可以特别好呢 有几个月份去留意一下 是非常好 正月 2月 6、7、8、9这些月份都好 4月你就留意一下 不太好 有没有线线 1号 3号 6号 可以得 那最后 有没有提示送给我们呢 师傅 今年黑色的衣服 这些对它有利 最重要是一样 这次真是赞成 如果要托的 最好用玉做的鼠 带在身上 再不適合 做老鼠仔 金色的 就放在北面的地方 和西南地方都用得到 今年熟鼠的朋友来说 他就回太岁 一回太岁 当然有一点不好 但是回都是作素的 所以在事实上来说 其实是有进步的 但是来说 做事就要知道了 忍而为決 千万不要过分了 否则做了出来的事 可能得不上失 这件事 自己要小心 那会不会有些吉星帮助 有的 有三峡和象星帮 其实帮助了很多 名利的 它都可以帮助 但是偏偏有些 白虎和碧头 这些不好的星 很多是非 所以来说 一定要自己留意人事关系 那财运就不好 财运上来说 虽然是这样说 但是来说 橫财也不错的 但我也不会介绍 别人整天去赌钱 橫财运就是 比如投资投机的东西 建好职收的东西 你就要有些橫财法 最重要是记住 不要去做担保的东西 有钱也不要借给朋友 否则真的人财良空 事业财运就一样 爱情方面会不会特别 爱情方面 其实真的不错 贵人很多 但贵人偏偏是异性 如果懂得异性 怎样贵人来做事帮你 那就混 想错了 那就死活了 变成稠 所以这件事一定要留意 尤其是有些结所分的仁慈 健康便要注意 当然 整天都会去喝 或者开心 年纪大 小心自己的心血管 这些问题 年轻人更加要注意自己的神母 那有没有好的月份 好的月份上来说 蒸月 3 7 8 9 10 10 很多月份 但有2个月份 5月和6月都是差别 师傅 有没有幸运号码可以送给我们 1 2 3 6 是一个幸运号码 好记住 1 2 3 6 那有没有好的提示 提示来说 不如这样 说一下穿衣服来说 穿黑色或者灰色的衣服 尤其是西北面的地方 放些文房四宝藏素 有钱 拿着金柱 放在北面的地方 本性还可以 熟牛的朋友会不会犯太岁 熟牛的朋友来说 不像犯太岁是什么 破太岁 所以事实来说 你一定要自己小心人事关系 要不然做多少生意 没有用 还有如果本身是领导层 你更加应该自己要健康一些 千万不要太强势 要不然会影响你的生意 和你的工作 那会不会有吉星帮助 有很多吉星 天德 福德 和玉堂八座 这些星帮他 来说法 根本对你的助力是非常强 但偏偏有些检舌 这一类的星 令到他有很多是非非 即是别人说他的东西 变成这样说一下就出事 所以要留意 事业便要注意 所以上来说 事业好了 自然要做财运 财运有两种人 他就应该要找些拍档 一属鼠的人 一属龙的人 拍着他 你便可以补充你不足 爱情会有趣 爱情上来说 既然是这样 多朋友 贵人多 但偏偏今年的贵人 是异性 异性你自己要小心 我经常说一件事 异性帮你 是一个魂 但你把自己的想法 想到其他事情 就变成一个结 所以都是要留意一下 情绪波动好像很大 要注意 健康有影响吗 当然 健康有影响 尤其喜欢去旅行 爬山的人 要小心 很容易受伤 不要再沉悸 有没有好的月份 月份来说 正月 二、八、九、十、十 十月都有好的月份 三月和六月是比较差 一定要小心 要记住 那师傅 有没有行云号码 有 三个五号 六号 十号 五号 六号 十号 好记住 那师傅 最后给我们一个总结好吗 总结上来说 穿黄色衣服 对比穿素 另外有一样 最好有钱 就是打一条金龙 把它放在西北的位置 就帮到你了 熟虎的朋友 又会怎样呢 熟虎的朋友 今年真的没得用 老虎也没用 病虎 尤其是女孩子 千万不要自己是老虎 为什麽呢 她的运程比较低 你应该做生意 千万不要自视过高 否则就影响自己的业务 和管理阶层 那有没有吉星帮助 有吉星帮助 有吉星上来说 有逆马和六分这些吉星 是帮助他们的权力 和其他东西 但是上来说 他又有Tinoco 这些不好的星 有很多东西 师傅 有逆马星 是否代表事业会好呢 当然 有逆马星一定是好 来说法 财运也会好 来说法 但是财运好 今年是比较波动一些 所以上来说 有头无尾 财不入吉门 千万不要心急去赚钱 知道 那爱情会不会有趣 爱情上来算是平均 最重要是去多些喜事的地方 你会认识很多朋友来帮你 这件事就不错 那经常出去玩健康方面 需要我们注意一下 有一些事情 在健康方面 就要看一看 因为尤其上 欺山莫欺水 记住这些说法 今天特别是没什么利 所以要小心 那有没有不好的月份 需要我们注意 或者好的月份 可以多些出去呢 好的月份上来说 2、3、5、6、9、10 和10月都是好的月份 不好的月份是4月和7月 要留意 师傅 可不可以送几个幸运号码给我们 1号 3号 7号 谢谢师傅 那最后给我们一些提示 好吗 可以说 今年上来可以做些绿色的东西 在北面养多些鲜花 对你的雲气也好 今年上来说 最好是配戴一些套 套的食物 对你也有着手 熟套的朋友 今年是害太岁 既然害太岁 即是很多烦恼的东西 所以上来说 在事业上自己要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心急 另外一件事 最好的时间 就是年头去旅 希望带到型马贵人 来帮你手 今年不是有很多空星吗 对呀 因为说真的 它没有什么吉星 所以上来说 空星多了 但也是关于健康 因为有病符 和药人 这些空星可能手术都有 所以要小心 那会否影响财运 当然 病了也要花钱 早收了也要花钱 那便自然是会的 所以要记住 今年赚钱的东西 千万不要去做台湾 第二 财不入金屋 千万不要太过分 只是沉迷去拨病 一定要想清楚所有的东西 尤其风险 有风险的投资 更不要碰手 那因缘方面又如何 因缘可以平均一些 但虽然是平均 夫妻之间要多些量解 否则可能很少 问你去哪里便会出事 那健康方面 师傅是否要多加注意 健康方面 一起党三在 有两样 第一 没有白事的地方 第二 要多些高兴的地方 令人的情绪不同 健康自然便会好 哪些月份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有几个月 四 六 九 十 十一十月 都是好的月份 不好的月份 就是五月和八月要留意 有没有幸运号码 有 三号 六号 八号 就是幸运組合 特别有作数 師傅 最后送一些温厅提示 很简单 今年十二岩绿色 对它有味 南方放些铜 可以帮它化解 另外 可以带一只老虎的食物 在这里有点 谢谢师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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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